郭文貴議員 大家早 我們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三分鐘 請廖委員國棟發言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媒體朋友 昨天全國各縣市的豬農聚集在立法院 針對未來民進黨的政府即將開放 美豬和瘦肉精的這個肉品進口的事情 進行抗議 這個議題現在不單是豬農擔心 全國民眾也開始擔心起來 我國每個人的這個肉類消費總量呢 是74.31公斤 其中豬肉的消費佔34.18公斤 比例上高達45.99 所以豬肉是國人最主要的 使用的這個肉類肉品 這個也就是我們當年在2012的時候 要求針對美國豬肉要安全容許 牛豬分離 強制標示 排除內臟這樣的一個政策 就是為了避免國人因為使用過多的肉類 如果美豬和瘦肉精這個乙型的瘦體素 被國人使用過多造成健康的一個疑慮 我國開放豬肉進口其實從加拿大 從丹麥從美國都有 法國西班牙也有 但是呢 加拿大輸入我國的這個食品 豬肉的食品並不含乙型瘦體素 但是美國生產的豬肉呢 就是有這個乙型的瘦體素 所以我們當時要求要零檢出 就是完全正在國民的健康的立場來考慮 我們記得當時民進黨的委員 也非常堅持要求 為了國民的健康的議題 要求要零檢出 所以國民黨體認 這個是國民的健康議題 也同意當時的這個政策 但是曾經何時 現在民進黨都還沒有正式的執政 這個未來可能的這個農委會的主委 就先行放出了這樣的一個風向球 還沒有打仗 未戰先祥 這是我們取其以為不可 所以我們在這裡強烈的要求 我們要堅持牛豬分離 要求強制的零檢出的政策要持續 我們希望未來執政的民進黨政府 站在國民健康的立場 要堅持住 不可以 這個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 接著請陳委員歐珀發言 大家都知道相同的一句話 因為收畫者的地位跟關係不一 偶爾有不同的解讀 像說出真話很舒服 如果是出自一對夫妻吵架時候的一種話 那這對夫妻可能是因為 不耐這個常識的一個冷戰 中央爆發出口 一土為快 結果不是離意分手 就是仇遠度日 憤恨對方一生 說出真話很舒服 這句話若是出自一個部位首長 那就令人十分驚訝 部位首長主管該業務的全國業務 責任重大 一言一行都要真心誠懇 所謂民無信不立 官員若不能立信 說話不實 那是違政的大忌 違背老百姓的付託 說出真話很舒服 這句話我們可以質疑 說出真話很舒服的部位首長 是否以前在立法院 背景的時候常常說假話 吸引故事 現在要卸任了 不願再擺出客氣的笑臉 大膽豁出去以牙還牙 本席認為民主政治貴乎制衡 立法前的設立是為防渡行政權的濫用以及貪腐 而現今立法委員的執行跟預算審查 以盡量避免密室協商 媒體對立法委員的扮演的監督角色也一定的份量 所以部會首長應該不會受迫於立法委員而說出假話 只是對立法委員的犀利延遲跟威延態度不滿 故而部會首長所謂的舒服也只不過是對執行委員的一種反恥相機 你罵我一句我回罵你一句的快感而已 政權交接在即 新任立委、新閣員 在執行跟備詢的態度跟語言上 只要知節、知分寸 應該可以免於說出真話很舒服的自嘆 本席基於問政監督之前 在國事論壇開始談國事、論國事的第一天 以及在立法院的發言台上 都是說出自己的真心話、內心話 的確很舒服 本席建議口才盛家的法務部長 羅英學若能參選下屆立委 如果能夠獲得選民的支持 那就可以天天說真話 天天很舒服 天天說真話 可以聽到 接著請吳委員紫陽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我用三機收無通地 昨天上午11點17分 全台發生大地震 各地都有很明顯的地震的威力 所幸沒有造成重大的一個災害 在這個同時呢 有部分的民眾很驚訝的 他手機收到了一個通知簡訊 但是卻有更多的民眾完全沒有收到 原來這個是政府要求電信業者 在地震發生時候 要配合災防業務的主管機關 即時將災防警告的訊息 經由4G的系統 來傳送到民眾手機 讓民眾可以即時掌握應變的時機 事實上這個我在上禮拜三 5月4號執行科技部的時候 就提到了 政府規劃這一項預警措施 是利益良善 但是為德不足 首先我們政府規劃 在地震發生前10秒鐘 透過簡訊通知民眾 但是一樣是地震 日本在今年雄本地震發生時候 已經可以做到 提前30秒鐘來通知民眾 這20秒的差距 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 如果只有10秒的通知 我們想想看 我們收到簡訊的時候 可能只是說一聲 嗨呀 然後地震就發生了 如果是30秒的時間 我們收到這個簡訊 可能說 還有機會想到 如何來逃難 所以這20秒的差別 其實就是一個人命的差別 所以我要要求 由業務主管單位 趕緊追上日本的進度 提早30秒來通知民眾 另外這次政府建制的系統 居然只有4機的手機才能收到 而全台也只有大概20款的手機 可以收到這樣的訊息 所以我們會看到一個現象 將來有很多人在跑的時候 還有人呆呆在坐在那邊等待 地震的發生 難道我用3機收不通地 是我活該嗎 所以一個有為的政府 不應該如此 第三 這一次地震我們也可以發現 即使是你是用4機的手機 很多人也沒有收到訊號 或者是已經發生 或發生之後有一段時間 才收到這個訊息 甚至有的人收到好幾次的一個訊息 顯示這個整個系統 還是亂成一團 非常的不完善 台灣是一個地震頻繁的一個區域 我們的防災科技 應該要是全世界最好的 所以政府應該加緊動作 讓每一個人 不管你用3機4機 甚至傳統的手機 你都可以收到訊號 來安全的避難 謝謝 接著請曾委員民眾 主席 各位同仁 今天我要提出報告的是 經濟優先 經濟第一 經濟是台灣最重要的出路 也是唯一的出路 看看國內短期經濟 及中長期的問題 去年經濟成長率只有0.75 今年依照主計總出的預估是1.47 但第一季是負成長0.84 出口連15個月負成長 比97年金融海嘯的時候更為嚴峻 基本上今年經濟成長率要保一 也有困難 林全準院長也承認 今年經濟要保一 恐怕是做不到 顯示短期經濟問題相當嚴重 中長期由於國內面板 記憶體及太陽能等重要產業 漸漸失去競爭力 新興產業像生技綠能及文創等產業 則尚待發展 國內面臨產業升級的重大瓶頸 另外外在環境 中國大陸正推動進口替代政策 紅色供應鏈正快速截起 未來將嚴重影響我國出口及產業的發展 整體來看我國經濟正面臨中長期的重大問題 期待朝野一起找出解決之道 民進黨將在520也就是6天之後正式執政 民進黨卻不失權力 彌距朝議共識 全力解決當前的重要經濟問題 反而積極推動轉型正義 強力推動促進轉型正義的條例的立法 在行政院受制轉型委員會 專責推動開放政治檔案 清除威權象徵等相關政治的議題 讓政治議題制造朝野對立 不但私交也沒有生產力 無異國際民生似乎亂了方向 不符全民的因因期盼 本席在此誠懇建議民進黨 以蒼生為鏈 經濟優先經濟第一 暫緩推動無急迫性的 無生產力的 無異國際民生的意識形態政治議題 生先讓台灣的社會修養生息 把經濟產力問題處理好 全力拼經濟找出台灣的新出路 為台灣的國際民生做出更大的貢獻 接著請科委員智恩 主席各位立委先進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內閣昨天總辭了 而我們的行政院長張上正 他雖然任期只有三個多月 但是他任內所做的很多的建樹呢 可以說是獲得民眾普遍的一個歡迎 而張院長特別地表示 他在任內感到最痛心最遺憾的 就是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心設置條例 竟然被廢止了 這個法案在上個星期沒有經過充分的討論 而竟然讓他通過了 國民黨團特別提出了副議案 而面對未來可能這個副議案的表決的時候 我們誠懇地希望民進黨立委能夠來支持 讓我們的資安沒有空窗期 我記得在3月16號也就是前科技部長 他來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特別提到了中共的資安人員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駭客 常常利用所謂的政黨交接 特別的經濟還有特別的節慶的時候 發動網路的攻擊 而全台灣最能夠回擊的就是我們的資安人員 而現在這個條例被廢了 中心沒有了 我們真的不知道這整個資安的規劃系統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張院長當初提出了三極制 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透過行政院 來對整個資安做政策上面的規劃 然後我們的科技部做所謂的監督跟執行 而資策會裡面的計服中心 就是用行政法人的方法來做出一個幕僚 以及一個資源的工作 我想現在所有的中國大陸的這些所謂的駭客 應該非常的高興 因為他們看到我們的行政立法步調不一 而我們未來或許再利用這段空窗時間 他們可以好好的對我們的公務部門 還有我們的企業做出網路的攻擊 目前這個中心沒有了 據了解我們所培養的 已經15年的這些專業人員 大概有20%的人就離開了 其實在最早期間 我們要設立這個資安法 所以我們要做出一個方法 純粹就是要能夠解決 我們目前的資安的資訊系統 外包的一個這樣的風險 因為我們必須承認 我們現有的體制 是沒有辦法來承擔我們資訊的任務的 因為我們受限於我們人員的一個編制 所以用行政法人的方法 可以說是目前最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策略 如果未來民進黨政府沒有辦法提出行政法人之外的更好的策略 我們必須不禁要問今天的廢紙到底為的是什麼 所以呢面對這個部分呢 我們認為張院長可以說是院內最了解整個資安系統一個人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應該對他有更大的一個信心 我們將在未來面對於我們所謂的副議案的表決的時候 我們還是誠懇的希望民進黨的委員能夠站在我們這一邊 為我們未來的資安系統的發展跟規劃 大家共同透過論述來作為更大的一個努力 這是本期的期望 謝謝 接著請李委員燕修 主席各位與會同仁 謝謝我們 關於這種情況 那間兩邊的大陸 我們是很瀏賞 非常非常非常當初 那天我們也很這次 在每一天 也很穩定 也很強烈 那天我們也很快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今天 어쨌든 各單位的配合 還有這麼多的窗口 其實在整個第一時間的指揮 我們仍舊認為 有很多必須要檢討的空間 最近在網路上 也很多人在討論說 最近北台灣有可能 也會有幾次大地震 或者是後續的余震 余震的震度到底規模多大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在這邊 我還是要再一次提醒 雖然現在行政團隊 正在交接當中 也已經種詞 但是我們認為 面對於未來大自然的變化 我們認為應該要有 更高度的思考方式 假使是一個六級的大地震 發生在北台灣 如果不是只有一棟大樓島 是好幾棟大樓島 甚至斷橋的話 這整個救援系統 還有防災的系統 我們要不要重新再完整 再來去思考 我認為對於面臨 現在的大地質的變化 包括地震的頻傳 我認為不能只看它是單一事件 我認為從地方到中央政府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更完整的思考 來去因應未來地震不斷 平凡有可能發生大地震的議題 我想這是我今天第一個國事論壇 我要提出來 希望現在雖然行政院已經總辭 但是我們的事務官都還存 都還在 所以我們希望在近期有機會 跟從中央到地方政府 去思考整套的救援系統 第二 昨天是南港車站 身為一等車站 我還是要再次提醒 這是全台灣第十一個一等的車站 但是身為一等車站 雖然硬體設備非常好 但是我個人還是有許多的遺憾 空有新的硬體 但是卻沒有便利的班次跟車好 面臨今年高鐵站要在南港車站通車 包括周邊的交通的規劃也好 我們不希望像目前台北車站 造成很多交通的擁擠 包括計程車 私人的客車 包括我們很多大型的遊覽車 停在整個台北車站周遭 變成交通的一個惡化的狀況 我們希望一等車站可以一個比一個好 除了整體的交通規劃之外 我們還是希望有便利的班次 改革不能只做半套 我們希望一個嶄新的車站 必須做好完整的配套措施 以上就是本席的期望 謝謝 接著請陳委員 李敏 好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早 本席今天的國事論壇的題目是 明定護病筆 慶祝護士節 大家都知道昨天5月12號是國際護士節 International Nurses Day 他主要是為了紀念英國的護士 南丁格爾 南丁格爾是在1850年5月12號出生 在克里米亞戰爭的時候 他率領了38名的女性的志願護士 前往參加護理的工作 積極改善醫療的衛生 並且將術後感染的機率的降低 使得病患的死亡率大大的降低 被傷兵們稱為上帝派來的天使 所以後來在1860年 南丁格爾回到英國之後 他創辦了一個正規的護士學校 奠定了基礎護理學 同時在1912年 國際護理事會就將南丁格爾的生日 定為國際的護士節 那感謝所有辛苦的白衣天使 他們的付出 其實在醫院裡面 跟病患相處時間最久的就是護士 但是不幸的是 其實在幾年前 我們嘉義基督教醫院的護理師 陳宜君 陳小姐 她才受訓了8天 她就被派到了手術房 而且是醫院裡面最高壓的一個單位 那因為受訓的不足 又經常的要求要跨科的開刀 所以後來她就燒炭自殺 那這不是只是一個單一的案例 所以根據美國的研究 最佳的護病比是1比4 歐洲的研究是1比6 日本目前的護病比是1比7 但是我們台灣呢 現在的護病比是1比13 所以高度的護病比 導致護理人員他們的勞動的 生理及心理的負荷加重 而且造成護理師離職率高居不下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所以根據之前來立法院陳情的基層護理工會 他們也是提到了 就是說希望三年內能夠降到護病比 白班是1比7 小業跟大業是1比10 而且呢在這個評鑑的時候呢 希望能夠只把真正的在護理崗位上工作的 來算計算進去 所以為了醫護人員的職場安全 以及病患的保障呢 本席其實主張呢 衛福部應該針對 醫病雙方的意見 積極的處理 與護理團體積極的溝通 定出最適當的護病比 來維護這個護理師的工作的權益 而這樣子的話 也能夠保障我們病人的安全 以上謝謝 接著請張委員立善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 新政府應該延續良善政策 妥善照顧人民 行政院長張善政於昨天呢 5月12號正式向我們馬英九總統 提出內閣總辭 政權呢 進入交接前的最後一週看守期 未來的一週 行政院將不再有任何重大 跟新興政策的核定 只處理例行性的事物 以維持行政運作 重大政策等待520 將政權交與新政府決定 本席首先要對當時 臨危受命 台灣首位來自企業界 五黨籍的張善政院長 致上最高的敬意 張院長即使面對卸任在籍的狀況 依然秉持為民服務的精神 讓行政團隊政績斐然 更讓人民刮目相看 本席再次要向我們的行政院長 張善政院長 及卸任的政務官員們 他們的辛勞 更期盼 各位未來的旅途能夠一番風順 特別的感謝他們 也希望 他們能夠繼續為台灣及人民奉獻所長 更期盼 新的政府上任以後 掌舵國家的民進黨新政府 本席除了獻上最高的祝福之外 也要提出幾項張善政院長任內的重大政績 呼籲新政府能夠繼續延續 福國利民的良善政策 而非新官喪任 全盤推翻 是非台灣百姓之福 昨天5月12號 發生規模5.8的地震 喚起民眾對台南圍貫大樓 倒塌不幸事件的記憶 為讓悲劇不再重演 張善政院長全力的推動安家雇員方案 本席希望 新政府能夠延續安家雇員方案 讓民眾生命安全更有保障 再者 日前我國漁船沖之鳥礁 在改遇遭受日本追捕叩船的事件 我們馬總統及張院長 立即派出軍艦護魚 本席也希望軍艦護魚的行動能夠延續 甚至本席也在這裡強烈的呼籲 新政府務必堅守 牛豬分離的原則 馬政府行 我想新政府也應該要做得到 堅決維護我們國人的健康 最後 本席要誠懇地 請託新政府與朝野的立委 台灣已經被多年的政治惡鬥搞垮了 實在禁不起再一次的朝野對立與衝突 希望我們不要有報固的心態來執政 才能夠真正點亮台灣 讓台灣的人民能夠更有美好的未來 謝謝 民進黨完全執政 理當完全負責 照道理說他們應該要對 所有經濟能夠讓台灣向前走的法案 繼續讓台灣往前衝 但是我們從二月一直到現在 我們看到民進黨黨團 所提的法案幾乎都是意識形態 鋪天蓋地 也可以說是極盡追殺之能事 尤其是在每一次的打選過程當中 可以說對我們的政務官 可以極盡侮辱之能事 我在這裡特別要對我們 堅守崗位的這些政務官表示敬意 我們認為張院長所帶領的團隊 在這看這三個月的時間 為我們台灣人民做了相當多 我們可以轉型可以努力的這些法案 但是我們在這裡舉例 民進黨在4月他們所提的 立法院黨團所提的 護照條例施行細則 主張刪除第三條 可以將台灣國的貼紙貼在我們的護照上 本席記得當時所有的外交部 不斷地提醒民進黨 告訴他們我們會面臨許多的困難 而且讓我們許多的人民 因為他們一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導 所以就貼了台灣國出國了以後 整整在新加坡澳門以及香港 有21件被退回等等 我想民進黨在這些議案當中 我們可以理解他們在選舉之前 可以欺騙人民 但是在選舉之後 我們必須要面對事實 本席再舉例說明 例如去昨天前天 我們內政委員會 居然可以把我們領土的修改 必須要以修憲的方式來做 他們可以把它提到我們的公投 然後說用公投覆解的方式來做 當時我們所有國民黨的委員 其實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 就算我們再怎麼反對 以他們暴力多數的形態 一定可以通過的 但是到昨天 又來了一個急轉彎 說要等到他們再整理文字 我想這幾個案例 都明顯地告訴我們 尤其是兩岸監督條例 民進黨所提的法案 已經有三個版本撤出了 我想撤出了 我們絕對支持 但是你們必須要清楚地告訴我們台灣人民 完全執政必須完全負責 我們做得到的 我想我們朝野一起來努力 我們做不到的政策 請不要再欺騙台灣人民 請向台灣人民道歉 以上謝謝 請給大家訂閱 我來到澳 creek 另外兩位 請不要再調 Oczywiście 看看 我們未tır 展示 我們不足 明天 來 我們不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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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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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1案 第86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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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过 第94案 下案 会会 第110案 第4案 第111 第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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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行 民进行 第4案 金融 第4案 第5案 第5案 财政部 第5案 第5案 改静 行政策 第5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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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行 第5案 第5案 中 第5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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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案